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欢迎收看这期的养生视频 日常养肺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因为肺部的特殊结构 使得它会通过口鼻、气管与外界相连 这也导致肺部很容易因此受到侵害 但是养肺也讲究科学的方法 不可盲目听信偏方、谣言 这样可能不仅没有养护好肺部 反而严重损伤身体的健康 说起养肺,很多人都会想到木耳、猪血 那么它们真的有效果吗? 首先,引起肺部疾病大多是因为空气中 存在着大量的细菌、病毒以及灰尘颗粒等 它们混在空气里经过人体呼吸道 进入到肺部器官 这些杂质会不断地沉寂在肺部或阻塞支气管 接耳会导致肺部功能衰退 或者引发慢性肺部炎症的问题 有的人在大量吃木耳、猪血等食物后 粪便是黑色的 就觉得是身体在排毒 实际上是猪血中存在着未被吸收的铁 它们容易和硫化物合成黑色的硫化铁 会把大便眼黑并造成排毒的假象 其实,食物通过口腔进入我们的胃部 并被消化吸收 虽然空气与食物可以在咽喉部位相遇 但随后却又分道扬镳 人体的呼吸道和消化道 毕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通道 所以,进入消化道的木耳、猪血 并不能直接作用到肺部 所以,用食物吸附肺部灰尘的说法 也就不成立了 日常养肺要注意多喝水 肺是喜润物造的器官 多喝水既能补充水分 还能加速体内新陈代谢 促进肺部垃圾毒素的排出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效知识 记得要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